今天是2020年的4月1日,在这个很重大的节日里,小方为我们之前做的第105部冷知识中出现的一个错误,向大家诚恳的道歉。 其实,巴斯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叫次氯酸那,而被我们说成了氯酸那,给大家带来的误导,真的很抱歉。 对此小方十分感谢我们社团热心的粉丝快乐每一天的指正。 不过,小方还想对我们团长山东互保义说一句,这词是你写的,你自己少写了一个字,让机器人来背锅,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? 好了,小方今天很开心,因为今天是一年半度的愚人节,为什么不说是一年一度呢? 因为关于愚人节,在法国有着强制的规定,一旦过了中午12点,愚人节就结束了,这个时候如果再捉弄人,那就是自讨没趣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凭啥要有法国人制定愚人节的规则呢? 那是因为这个整人的节日,最初就是打他们那里来的,这就要从1564年说起了。 虽然那时候是大明朝家境43年,但这是和明朝没啥关系,我就是顺口提这么一下。 我们的团长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,在啰嗦闲扯,又不知道捅出什么篓子。 小方再次很开心,我们继续说吧,原来在那年开始,法国规定每年的1月1日为新年,而在之前,他们的新年一直都是4月1日。 尽管往后是1月1日过年了,但还有那么一群守旧的人,非要在4月1日过年,大家就戏称他们为愚人,渐渐的愚人节就流传了下来。